直螺是螺丝粉的餐头的关键灵魂 我最少要洗个七八次 洗到这个水都变千澈了 干净了 一种种中药材和辛香料 和石螺一块拌炒 为了做上一碗家乡味的螺丝粉 张水秀每个步骤都马虎不得 这个双笋来提味着 你没有双笋 这螺丝粉煮出来的汤头也不好喝 一开始是想给自己解馋 后来是姐妹们敲碗要她开店 为此她还特地回到家乡 广西桂林 请自己的熟工传授秘方 我熟工在我们阳朔 就是卖米粉也卖了五六十年 因为没有人传承 后来就没有开 然后母母就说那苏工 不然你教我技术好了 然后她说好啊你想做 做吃的很累喔 你想做的话我再教你 Q台细致的桂林米粉 淋上熬煮八个小时的汤头 加上特制的酸豆酸萝卜酸笋 以及花生葱花 最后再淋上一匙红油 这碗螺丝粉才能上桌 这跟我们在大陆吃的味道是一样的 对 加香味 对 加香味 把米粉换成透明Q滑的红薯粉 桂林酸辣粉也掳获不少粉丝 有点像我们台湾的那个昏鸟 很好吃啊 每次我都会来点这个东西吃 你要什么辣 这一开店就是五年多 尽管店面不在嘉义市中心 只要开始营业 老陶纷纷闻香下马 要内用得等位置 外带订单也接到手软 张水秀还得到新女力 创业加速器计划的肯定 做的这个口味大陆人也喜欢 然后台湾人也都可以接受 主要是每天都可以遇到很多 就是大陆姐妹 然后要可以认识很多新朋友 为了迎合台湾人的口味 张水秀收敛了霸气 降低油量与辣度 但传统的精神不变 一碗螺丝粉 承载着淑公的亲情 以及家乡姐妹的友情 要用着好滋味和大家交朋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